秦国灭六国最先灭的就是韩国 韩国地处中央周边是强国围绕 没有拓展空间和回旋余地 所以它第一个被灭掉了 秦国可以向西 赵国和燕国可以向北 楚国可以向南 都有回旋余地和拓展空间 但韩国没有 所以说它第一个被灭掉了 虽然说燕国也很弱 但好歹在燕州王时期 它雄起了一次 差点把七国给灭了 而韩国始终是没有强盛的时期 好不容易在神伯亥变法之后 国力有所提升 结果随即就为我打了原形 因为太作小 以至于后世任何一个割据的小政权 都没有用韩国命名 例如两季南北朝时期的 前秦后秦北威 前燕后燕前兆后兆北齐 五代十国的南楚 偏偏没有同为战国弃雄的韩国 就此而言 位列战国弃雄的韩国 甚至还不如亡国教导的 吴越淑等国 但是奇怪的是 半岛上的棒子国 不知道为何启用了韩国的名字 肯定是不知道战国的故事 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